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 百姓对小康生活已经有了新的期待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五年 一大批民生工程 正在汇集全体人民 中国正在让十三多亿人民 拥有看得见摸得着的 获得感 幸福感 梯田 可以和长城媲美的 宏伟人造工程 花田香的祖先们 在这片地貌并不理想的丘陵上 开垦水稻田 养育了五十几代子孙 小满前后 开央祭祀 土家族人的传统 祈求风调雨顺 我叫陈恒军 我是花田中公民的传人 今天我们正式地开仰慕了 今天向着我们的好手去 花田共民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染红冰这一代 其实已经不用看着老天的脸色吃饭了 因为他们种下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高品质稻米 关键的是这种子选的 非常好 它是四十个品种那种精选出来的这种 民以食为天 吃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是衡量小康的第一指标 十三多亿人 每天要吃掉一百五十多万吨粮食 做到手中有粮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这些超级道路 让中国粮食产量 连续四年超过一万两千亿斤 这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有了稳定供应 像花田香这样的传统粮食基地 开始为种出含金量更高的大米而努力 中国粮食既要有高产量 更要有高质量 现在精选道中 每一笼都是希望 东西这笼豆子的话 我们都关注的 因为它每一笼豆子 都有一定产量 都要打几两个子 所以说非常划算 火力非常饱满 金黄色的 其中心的政策 我们的颁处特别大 现在这个米 我们已经卖到了四十块 染红冰的账本上 记着卖米的每一笔收入 花田米在市场上又是紧窍货了 九月二十二号 没打过三百斤 一千零五十月 你看我只要说 这有一天 没了一千三百斤 就没了四千五百五十块 这个十几万块钱 挺高兴 要是太别高兴 因为一天有四千多块钱的 什么时候让人家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乘得 乘得很拼得了 怕我儿子 喜欢你 因为他知道我的账号 六百公里外 八十七岁的袁隆平 正带领团队进行新种苗试验 强国必先强农 强农必先强种 中国新的农业战略 正在这些种苗里生根发芽 袁隆平已经带出了上万名育种研究员 现在中国从事育种的科研机构数量 是全世界最多的 填满肚子吃饱饭 曾是困扰中国上千年的民生难题 今天 中国人更在意的是如何吃好 我们在上个世纪的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 以产面为主 品质放在后面 现在生活水平高了 大家不满水吃饱 大家要吃好 所以说我们也做了战略调整 既要高产也要优质 我想我今年87岁 我在90前要实现17栋 然后如果生意好 就要向美工去18栋攻关进军 我们现在真的 他先告诉总书记 勉励我的鼓励我的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勉励 也是编辙 但是也是压力 田地始终是中国人的命脉 传统农业大国里百姓的获得感 要从这田地里来 如何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 养育好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这几年国家下足了功夫 每年三万亿元的投入 正全面装备中国现代农业 新疆 西红柿正在丰收 全世界每四瓶番茄酱 就有一瓶来自这里 大型棉花播种机 平均每台每天播种300亩 这是全球最快的 棉田播种速度 科技北大仓 五年来成为中国 现代农业的风向标 这里的粮食年产量 超过300亿公斤 绿色 安全 可以满足1亿人一年的需求 这台世界一流水平的无人拖拉机 正通过北斗卫星导航 自动计算耕地路线 并规划作业流程 山东 这些农民兄弟 正用无人机为上万亩小麦 喷洒肥料 今天的中国 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的历史 今天的中国人实实在在地 过上了好日子 好日子 是充盈的米袋子菜篮子 蔬菜 水果 肉秦蛋 水产品 中国的产量全都是世界第一 好日子 是营养健康 价格不贵 物价涨幅连续四年保持在3%以下 充足的供应 是百姓安心的前提 好日子 是有滋有味 自在舒心 但好日子也是金贵的 尤其是在并不太平的当今世界 想有一份安全感更是一种奢侈品 我叫汤茜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 我叫张鼎峰 我是一名刑警 我叫钟冲 我是一名研判民警 我们是中国警察 你好 这里是苏州市110 刚刚这个报案 受害人被网络诈骗了一千多万元 就这最后的五个网络卡账户是吧 把这五个账户全部支付 小学 把这个电话号码纳入拦截黑名单 冻结账户 锁定目标 中冲处理的案件会时时反馈到这里 全市警情都在这里汇聚 屏幕上显示的是全市范围内的摄像头 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 视频镜头超过两千万个 这个叫做中国天网的大工程 是守护百姓的眼睛 我们的路面先控覆盖率已经相当高 比如说发生一个违法犯罪警情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调整到它身上的某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点位 中冲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些信息 研判可能会诱发犯罪的蛛丝马迹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进行警务预测 在中国不仅全面普及 而且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这个是属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这种科技手段犯罪分子是无处阵性的 汤倩 钟聪和张鼎峰组成的跨部门小组 专门针对互联网犯罪行动 消灭虚拟世界的罪恶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难题 但中国公安不仅有基于大数据的最强大脑 还有协同办案的丰富实战经验 走访社区 汤倩的强项 在她的手机里 这座城市每栋楼 每套房子都有数据模型 配合水电流量 如果信息异常 系统就会预警 阿姨 你也别心急 你慢慢跟我讲 这个骗子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呢 说我的身份和我洗黑钱有关系 应用高科技维护治安 是构筑安全大网的利器 根据汤倩提供的线索 和钟聪做出的分析 张鼎峰迅速行动 起床 现在也是地球吞 有句话叫 犯我人民者虽远必诛 不管你跑到哪个角落 我们都会教你的神志以法 午夜十二点 苏州的夜仿佛才刚刚开始 汤倩他们还在巡逻 在这些外国人眼中 恐怕只有在中国 才敢在深夜穿着超短裙上街 平时出去玩 一点都没担心 没有问题 很安全 有安全感 中国非常安全 我已经跟他们说 我会回去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让这夜色里的人们安心放心 2016年全球犯罪与安全指数显示 中国是治安保障最好的国家之一 五年来 中国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 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七 安全感已经成为美丽中国的新名片 在中国 护佑百姓安全 是国家安全观的宗旨 任何时候危机来临 总有坚强的臂膀 让人民依靠 反恐战线的特警部队 逆临深处的禁毒兼兵 安而不妄威 治而不妄乱 中国全新的国家安全体制 正筑起铜墙铁壁 永远冲在一线的子弟兵 随时准备出发的央企救援体系 自主研发的高端救援装备 一号三十三 我现在的飞行高度是八千零三米 让百姓心里踏实的 还有这支威武之师 人民军队 同志们好 同志们好 同志们幸福了 同志们好 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 有信心有能力 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我们的英雄军队 有信心有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安全感 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被善待 安全感 是背后有一个稳定的国家 可以依赖 安全感 是一个国家给百姓的最好礼物 教育 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未来 让十三多亿人享有更好 更公平的教育 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承诺 金寨县磊峰村 地处大别山腹地 距离县城有一百多公里 十岁的夏桂林 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你尝 好好吃 我的妈妈是圆奶还是圆脸 你我没见过妈 因为贫困 夏桂林的妈妈生下她 就离开了大山 懂事的夏桂林 总是这样抢着 帮年迈的奶奶做家务 你让我 中国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 摆脱贫困的第一步 就是有文化 像夏桂林这样的孩子 让他们接受公平 有质量的教育 是不让贫困 向下一代传递的根本 2014年 中国制定了第一个 专门面向他们的国家战略 国家贫困地区 而重发展规划 夏桂林在村里的教学点上学了 这个教学点 一共有21个孩子 他们全都来自 像夏桂林家一样的贫困家庭 在大山里教了38年书的丁宝花 既是他们的老师 也是他们的妈妈 这些乡村教师 中央同样记在心上 2015年 中国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乡村教师队伍支持计划 像丁宝花这样的 三百万乡村教师 有了更体面 更有尊严的生活 老师要求你们要 认真读书写字 教你们要 做一个有关的人 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 都能上学 国家投入了上千亿元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每天的营养午餐 都是免费的 每人补助四块钱 免费午餐的国家工程 已经汇集全国三千六百万农村学生 下桂林他们 是大别山未来的希望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大车手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 未来再向夏桂林他们招手 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五年来累计招生 二十七点四万人 让更多像夏桂林这样的农村孩子 走进了重点大学的校门 教育星则国星 教育强则国强 教育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 国家战略位置上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未来每年都会有 一千七百万到两千万宝宝出生 把幼儿园学前教育 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国家又投入了一千三百多亿元 中国的教育经费总投入 已经连续五年 占GDP的4%以上 2016年首次超过三万亿 比五年前增长了1.3万亿元 我叫杨小梅 家里有本身来只要三十多亩地 我觉得说我是树是绿的 隔几子是红的 扎的手也疼 你责的钱是名的 光明是大的意思 幸福村的百姓从来都相信 靠自己的双手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 美好的生活不只是物质的风营 还有精神文化的丰富 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不能丢失 因为我们这是传承文化 杨小梅是宁夏农民化传承人之一 每天一边放羊一边创作 她想把这蓝天白云画下来 把这农家人的自在画下来 都说这农民化就是身边的事情 身边的开放是画的 心心所应 杨小梅正在创作一幅新作品 创作已经到了尾声 老师江书荣专程从福建赶来辅导 反映的一个是丰收 就是一个挪刀 这幅作品是为2017年 帕萨克斯坦世博会创作的 把宁夏的农民化和中国的大漆艺术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创新还是头一回 做漆画的手艺 是杨小梅一年前和宁夏四位农民化传承人一起去福建学会的 这边的颜色又可能是都是不同的 没有关系吧 基本没问题 不要太复杂 不要每个什么 一会儿黄一点 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 是中华民族的魂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建传统的漆画一向以颜色素雅著称 但千年不变的色彩也让这门艺术的传承有了瓶颈 当色彩浓郁热烈的农民化与大漆相遇 江书荣看到了两种传统艺术碰撞出的生机 今天文明企划它走出国门 让世界看到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搭配几项 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认同和弘扬 也是我们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作品终于完成了 这幅题为丰收时节的企划 出现在世博会展台上 中国文化的传统与创新 向世界传递着喜悦 与自信 现在每年都有三千亿规模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已经有三十九个项目 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让中华文化的精髓走向更广阔的乡野 古老的文化正在现代中国人的创造中 变得活色生香 动漫游戏 微电影 还有萌萌达博物馆 文化创意正形成繁荣的大市场 文运与国运相迁 文脉与国脉相连 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增加值突破三万亿元 比2012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点四 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百分之四 广播电视 村村通向户户通 优质通 长期通升级 人口综合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 电视剧年产量近一万五千集 世界第一 中国的电影票房火爆 近四万五千块银幕 超过了整个北美地区的银幕数量总和 世界第一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 让最基层的百姓也能便捷地看上电影 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建设 和农家书屋等文化惠名工程 正在打造书乡中国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正焕发出新的面貌 将复兴之魂厚直于心 从文明乘车 文明旅游 到多彩的文化墙 从小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到大学毕业生留给母校最美的背影 最美乡村教师等最美系列评选 让寻找最美成为最美 变成全社会的追求 一个个英雄楷模的树立 是对国家功勋 人民功勋的敬仰和尊重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利 这是中华民族强击固本的基础 核心价值观的概括 找到了中华民族精神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人民有信仰 民族才有希望 国家才有力量 文化小康正在绽放 中国精神正洋溢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笑脸上 富春江 铜炉县 引富春山居图名满天下的美丽小镇 养生让今天的铜炉变成了长寿之乡 即便是盛夏 古村的老戏台前依然热闹 网友仙奶奶最爱听乐剧 九十一岁的高龄 耳不聋眼不花 还特别喜欢热闹 和面 烙饼 手脚麻利 王奶奶每天最开心的事 就是给全家做早饭 村里四年前建起了老年食堂 王奶奶自己可以在这吃饭 老人们每顿最多只花五块钱 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全免费 铜炉县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二 事实上整个中国的老龄化都在提速 让2.2亿老人健康幸福的安度晚年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工程 铜炉一百八十三个行政村 现在村村都有老年食堂 还有这些小院里的养老服务中心 居家养老 这是中国正在努力发展的养老模式 汪亚军在政府鼓务下 开办了这间养老服务中心 五年来国家累计投入五十亿元 十万个农村幸福院 十一万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就这样建立起来 铜炉的健康养老小镇 这两年名气越来越大 今天七十八 你是早晨年的吗 早晨年的 晚上也是这个 这两天非常高兴 这里舒服了 舒服了心情就好了 对 牛眼星老两口从山东来 已经在这里调理了一个月 老两口打算就在这养老了 2017年年底 全国的社保卡就能通用 基本实现异地结算 一百零二项福利 一张卡就能办妥 对老天的现在 是不是照顾原来也好吗 现在有体会 每年都在长工资 很满意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老年人口超过两亿的国家 中国做到了养老金 连续十二年上摇 现在社会好 现在是习主席好 我们大家都要享福了 网友仙家的孩子们 周末都回来了 端起团圆碗 吃上合家饭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已经提高到76岁 比世界平均水平超出5岁 这是古老中国 对生命的尊重 生命奇迹的背后 是一个庞大的保障体系在守护 中国支救了全世界最大的 基本医疗保障网 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 局势主物的成就 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 百姓的迫切期待 被国家揣在心里 这五年 中国全面推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所有公立医院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覆盖人群超过10亿 全国205个城市探索 一连体新模式 大医院的名医 出现在社区诊所 西藏 广西 内蒙 宁夏 新疆等边缘地区 都有了先进的远程医疗 健康中国战略 作为保障人民健康的行动纲领被提出 中国人已经可以眺望更远的未来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基因库 一千万份样本 承载着中国人的遗传密码 全世界只有中国 美国 欧盟和日本 掌握着保障生命健康的未来资源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民小康 中国人对健康的追求 还在不断催生新事物 调整一下 嗨 大家好 我的身后呢 就是非常漂亮的厦门古浪雨 今天我去古浪雨 可不是去玩的哦 杨燕 刚刚成为古浪雨的家庭医生 这份新工作让她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把人民身体健康纳入全面小康目标 让全体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中国正在铺设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之路 阿姨 阿姨 72岁的蒋永水 几十年的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一直靠药物控制 蔡宝瑞阿姨三年前做过化疗 老两口最怕的就是突然发病 如果你到三甲医院 要辗转了 像我们这个古浪雨 就是这么方便 不方便嘛 对 坐车 坐船 到那边去还要排队 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老人的儿子儿媳 都在厦门本岛工作 周末才回岛上 这份家庭医生协议 蔡阿姨签下不到半年 就两次出现危急情况 元旦前一天 它是尿血啊 那个是痛不欲生的 小杨我马上就可以联系到 三甲医院 他都给我们联系好好 杨燕的名片 杨燕的名片 现在被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依赖 都在这张小小的名片里 五加二 白加黑 全天厚 呵后明的健康 我经常给他讲 比自己的女儿 真的更亲爱 真的更亲爱 我们心里很踏实 不怕 中国的家庭医生 不是贵族专属 他是这个 拥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大国 要让人人享有更高等级 公共医疗服务的决心和承诺 中国的目标 是力争到2020年 基本实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覆盖 让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这是写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 全世界最大的健康工程 享受我们的天伦之乐 那和365天 我们都是高高兴兴地过 而且现在共产党 对我们的老年人更关心 像这次习近平 对我们老年人的问题 你看 主席也关心 真的是 方方便面的 对 我们这个生活在太平盛世 你不是说我们要多活几年 肯定的 血压剂测量的数据 通过手机 第一时间传到了医疗大数据中心 用数据为每个人制定精准医疗服务 中国正绘制一份健康路线图 古浪与医院的照片墙上 岛上的居民们用点赞的方式 感谢他们的家庭医生 贴心 真心 赢得了人心 一个人的健康 关系一个家庭的命运 十三多亿人的健康 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健康中国引领 全民健身成为中国风尚 廣场上 健身房里 城市建起了15分钟健身圈 农家院里 田间地头 乡村公共健身设施100%全覆盖 青少年至少熟练掌握一项体育运动技能 积希望于你们这一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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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三亿人的 中国今后要变成一个强国 在各方面都要强 少年强则中国强 体育强则中国强 要强一下 到2020年 经常锻炼的百姓 全国将达到4.35亿人 跑步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突破自我 超越极限 中国人正奔向健康 拥抱幸福 治政之道在于安民 安民之道在于查其疾苦 环顾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今中国这样 以一种说到做到 只争朝夕的方式 将百姓的一个个期待逐个变为现实 作为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每年要新增2000万城镇人口 比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人口还要多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 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出彩的机会 这是中国奔向全面小康的基本追求 超过2亿进城务工人员的安家故事 正在这些城市里发生 进江 潜浦小学 一场足球赛正在进行 罗盈盈是场上的主力 不远处 爸爸罗树生在为女儿加油 没费什么劲儿 女儿就读上了镇上最好的公立小学 一家人在一起 小孩不会成为留守儿童 这样我也很放心 公司出一个劳动合同就可以了 读书也方便 留守儿童是压在百姓心头最沉重的难题之一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后的冲刺阶段 要啃的就是这些硬骨头 将常住人口纳入城镇发展规划 将随签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中国的这项改革 已经让超过90%的 像罗盈盈这样的随签子女 享受到义务教育保障 这五年全面小康冲刺 每家每户都能感受到各种细微的变化 罗树生一家人也不例外 作为生产主管 罗树生已经开始带徒弟了 这间工厂每年都要吸纳近百名新员工 其中60%都是外省来的 让他们稳定就业在城市扎根 就是为中国经济注入圆圆不竭的新动能 这五年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 每年都超过一千三百万人 在全球失业率居高南下的今天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觉得这边有风头 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坐着 在晋江 工作一年就能落户 享受三十多项市民待遇 罗树生已经连续三年 评上了公司的优秀员工 再有两年 他申请人才房就能加分 国家有这个政策 人才房就是不足一半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有出彩的机会 买个大一点的房子 现在是全家人最大的期盼 两个孩子大了 单位分配的宿舍不够住 罗树生的父亲 还一个人留在乡下 一家人盼着能早点团聚 罗树生也爱画画 画里的全家福 是他梦想的生活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弟弟爷爷奶奶 还有我 还有爸爸妈妈都是人 端午节 罗树生把父亲接到了晋江 全家一起去看市中心的人才楼 罗树生的朋友陈美琴 刚刚申请到第一批 人才楼的大房子 你好小朋友 今天来了 这是为优秀外来人才建设的人才楼 凭积分申请 积分落户 是不少城市最近五年才有的创新举措 在考虑城市资源承载力的同时 开辟一条公开透明的落户通道 只要有积分 就能享受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 甚至高达几十万元的住房补贴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正在中国全速推进 平等享受教育 就业 医疗 养老 保障性住房 罗树生一家的期盼更近了 这是一家人最快乐的一个端午节 治国有偿而立民为本 中国的发展成果一定要让十三多亿人民共享 这份念念不忘的初心 注入一个个民生工程 将百姓的关心变成安心和放心 五年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44.3% 全国义务教育鞏固率达到93.4% 在全球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 率先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 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2879万套 13多亿中国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0.8平方米 新食品安全法实施 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守护着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1个省份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一 莫高于爱民 行 莫厚于乐民 想民之所想 及民之所及 伴民之所需 干民之所判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愤怒目标 让每个人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 让每个人同享梦想成真的机会 从祖国和时代一起 迈进全面孝康社会 作词 李宗盛 《千言会跌扬夜》 为每个人都交为 这里到山上救控ほど 就像树木扎根大地 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 风里雨的航程壮丽 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 我的梦想照耀前方 你的信仰天然涌起 我们一起分进劫力 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不定 我们自信我们前行 看种花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我们一起分进劫力 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不定 我们自信我们前行 看种花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我们一起分进劫力 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耕耘不定 我们自信我们前行 看种花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看种花儿女走向心动天地 要 Academic 看种花儿女走向心动天地